早上接近八點 廟裡女子身穿平口上衣 搖搖晃晃 一路從摩鐵走出來 要搭小黃 乔他打開車門 連站都要站不穩 好吃力的才走上車 而這名傳播妹控訴 遭客人下藥劫財 被女子被下藥迷婚 她獨自一個人搭乘計程車 回到三安寵的租屋住 但走著走著 卻因為體力不支 直接在民宅前面 貪婪倒地 好像喝酒醉 在那邊那個屋主 拿椅子給她坐 我看起來是不盡上 民眾協助叫救護車 女子清醒後 事隔一天報案 聲稱只記得 2號清晨5點 王姓男子在 盧州一間摩鐵開房間 打電話叫傳播妹 女子才剛進房間 嫌犯就拿著一杯奶茶 裡頭掺入FM2 被害人才剛喝完 立刻昏昏沉沉 7點42分 兩人退房後 還在路旁談話 但這時女子根本站不住 隨後搭計程車回家 但人清醒時 卻是在醫院裡頭 包包內的現金4000塊 手機提款卡通通不翼而飛 懷疑是遭客人 嚇要奪財 他是說這個是住性 人所稱的其他東西 財務不見部分 他這一部分目前 是還沒有承認 警方從男子住家 找到FM2藥丸 他公稱是醫生 開給他幫助睡眠 但他卻拿來住性 迷昏了傳播妹 還背扣沒付錢 又奪取財務 警方成立專員小組追查 發現嫌犯日前 因為車禍左膝蓋受傷 在醫院開刀治療 原警趕到手術房外 將他逮捕 並擴大追查 不排除了更多 被害女子受害 記者劉世偉 邵子陽 LQ小組 新北市報導